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第二段 最下头 我们修随念所起的喜悦安乐定 喜悦安乐定 初看会觉得很难去分别 但是 他却是有他的一个次第 那他所对照过来呢 就在我们五十六页的倒数第二行 这里 说我们如果能够 这个 等于是透过六念 六念 法门来说的话 不起贪嗔痴的心 其心正直得如来义得如来正法 有没有 那么就会能够于如来所得 怎样 随喜心 所以我们的喜心 比较在前面 喜心 先得随喜心 随喜心 随喜心已 能够欢悦 所以是喜 先喜而悦 当然这个已经都很细 都很细 我们平常大概也很难去分辨 这个 不过我们就会知道说 我们常讲说 慈悲喜舍 喜心先 喜心比较容易 到悦来讲的话 是因为有喜心才会有悦心 欢悦的心 欢悦以呢 那么 生 起乙 起习 起习 起习呢 就是让我们的身心 能够止习下来 之后呢 会有清安 的这个安 有没有 喜 悦之后是不是安 这个安呢 是透过清安而来 是我们的心 会怎样 会比较静止 极止了 比较极静下来 的那份清安 那 生 其习 乙呢 就會绝受乐 感受到那份的乐 绝受乐乙呢 其心定 所以我们的定 来说的话呢 其实会透过什么 喜 悦 安 乐 之后定 好 这也是一个过程 好 那他会有他的深浅度 有他的深浅度 好 到这个 到定呢 那么得欲法流 有没有 那能够这个欲入法流 不仅要有会 还要有定 来辅助 好 所以同时我们在会上 也能够有 跟所谓的定 结合在一起 也有这样子一个特辑 就像我们刚才有人问到说 这个爱而赖也 喜而赖也 心而赖也 照说也有 也有他的 不同 我们的爱可能会比较 怎样 比较粗一点 我们常讲说 贪爱贪爱 有没有 因为这个贪嗔痴 为什么说他粗呢 像贪嗔痴 他比较属于什么 前六亿式的 前六亿式 贪嗔痴 前六亿式的都会比较粗 因为他跟现象会结合 所以 爱而赖也 喜而赖也 喜 那么 这种喜呢 也是从水洗心的那种喜 欢喜 我们一直都对自己 充满了那份贪爱 欢喜的心 我们很少恨自己 除非在很特殊的状况之下 而且那个恨大概也没有恨很久 恨一段就过去了 因为我们太爱自己了 那种心 心而赖也 那种 等于是 想到自我 就好像 那种自我都会膨胀起来 有没有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的那个特质 所以我们常常想说 以我们北传来讲的话 往往都是先从大圣佛法 再来看 再回头来看佛法时代 时期的 比较容易懂 有没有发现 因为大圣佛法它已经成细了 大圣三细 有没有 它已经成为 它已经成为 它已经那个系统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回头来看佛法时期的 发现好毒一点 因为佛法时期的 比方凹函经 要结集出四凹函来讲的话 也是都把佛陀 佛弟子的情法 回答啦 这些有没有 去做很多的记录 但是它容易怎样 个别 就是说它比较没有它之间的一个关系 什么时候会有关系呢 要到阿比达摩的出现 论书它本身就是把经典去串出来 它可以从 比方从相来谈 或是从因缘法来谈 去分门别类 所以阿比达摩 它也慢慢的会组织化 会系统化 但是 真的 那个大的系统要建立 一直到大圣佛法才建立起来 其实到大圣佛法才建立起来的 阿比达摩当然 它已经逐渐在组织化跟系统化 但是都还不及到大圣佛法 佛法兴起之后的 因为有大论师 有龙树菩萨 信公为名系 光靠一位龙树菩萨 就足以成系 那维世系 有无浊世心菩萨 他们的论书有多少 他们这些论书 其实都是把 把佛法圣生的这个经义呢 能够去做什么 比对组织系统化 所以我们常会说 我说维世学怎么看 因为它系统化了 对照回来很容易看得到 不然的话 在当时候其实也没第七 也没第八 意识这样子的观念 因为只讲六根六事 但是那个欧赖也 维世学的那个法圆 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 就可以看到那个欧赖也 这样子一个名称的出现 其实出现得很早 所以以前在过去 这个欧赖也讲的是什么 是枯宅 是巢穴 是很深很深的这个部分 那维世学也可以知道 第八其实它是最深的 第七从来 第七一直都只有关心着第八 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七意识 里面的根本烦恼里面 没有嗔恨心 有没有 贪吃我见漫香水 有没有嗔恨 没有 我们没有 第七 我们对自我的那种 嗔恨心是很少 我说那是特殊状况 往往跟外境有关系 可能我们做错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可能会恨自己 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么糊涂 或是怎样 恨自己恨一段时间 就没了 因为它不是习性 但习性的第七意识里头 它的那种 我们的那种说 对自己觉得说 很生气很恨的 那个都外境的问题 那是来自于外境 跟我们的前六世有关 不是第七意识 所以它就很难长久 但是贪吃我见漫香水 就是长长久久生来就会的 那个就是第七的问题 那个是素氏的问题 那那个也就是杂染嘛 就不断的染灼过来 我们才会不断的生死轮回啊 好 那我们回到第五十八页 以佛教的系统 我们说这是师生的系统 中国文化来讲的父子系统 那基督教他们的 比较属于主奴的系统 所以呢 以佛教来讲的话 也不过就是先觉觉后觉 先觉觉后觉 所以我们大家的心目当中 也会觉得 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本师 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导师 那佛教的这个学众 有七众弟子 或者是四众弟子 也是都有组织化的 那世尊被称为导师 或者大师 或者天人师 那佛弟子呢 也依法而行 那么在《长二函经》里面的《游行经》 就讲到说 如来不言我持于众 我舍于众 其当于众有教令乎 那当自归一 归一于法 悟他归一啊 也就说 如来他从来不会说 是我来持众 我来射众 当时候 那提伯达多 那提伯达多也因此而怀恨在心 那么这个也是佛陀晚期的 晚年的时候的一个破身的一个事件 所以提伯达多他就想办法 你既然不把僧团交给我 我也设法来让僧团分裂 让一部分的僧团跑到我这边来 所以提伯达多他都会去制定非常严苛的戒律 纵然佛陀说可以起食之外 能不能受寝食啊 还是可以啊 因为要随顺因缘 大原则上要去制定 佛陀所制定比丘是不是要去脱波啊 但是万一有人要供养 所以要请到家里头去应供 可以吗 可以啊 不是比丘贪吃而是怎样 要去护念护持者的善心 供养的心 如果信众起了供养心 而我们一概拒绝 那是不是也会坏了人家的护持的心啊 站在护念 护念人家的善根因缘嘛 那么我们也随缘去怎样受人家的寝食 但是不能说 我一天到晚就想着 谁能够来请我去吃饭 那就不对了 不行啊 因为我们的本分就是要去脱波嘛 比丘要 但是呢 提伯达多他设的那个戒律更严格 他说不可以 只能起食 不能受寝食 只能分扫衣不能受金履衣 佛陀如果是有国王要供养佛陀金履衣 佛陀是不是也照样接受啊 接受 因为有这样的因缘嘛 也是在维护什么 发心者的善根因缘 接受 但是呢不要去执着 不会去执着 对不对 那提伯达多他所立的呢 更严格 他说只能分扫衣 而不能怎样 金履衣 那一般会不会想说 嗯 这样子比较有修行 因为他严格 蛤 会觉得严格好像比较有修 其实不然 太过于严格 不合乎因缘法就不对 这样理解吗 你不能随缘而变化的话 那那个佛法是不是就死掉了 就卡死在那里嘛 我为了遵守这样子的戒律 然后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情理 那是不对的 佛法它的可贵就在于说 当然大原则要定好 但是呢 因缘法会不断的在变化 因缘法的变化 因缘法的变化 所以我们说 那个智慧就来自于 对因缘法的变化的 一种呼应 相应 我们随随因缘 但是不去执着 那样子的现象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才能够合乎正法 所以当时候 提伯达多他也立了好几个 非常严格的 看起来似乎好像比佛陀 所立的还要更有修行 所以真的有一 一群的这个 生人就往他那里跑 这个叫破生嘛 破了和和生 但是 有的人过去之后才发现说 嗯 这样子好像也不对 因为不合乎因缘法 对不对 所谓的如法不如法就是 合不合乎因缘法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一旦不合乎因缘法呢 就非正法 好 所以我们说要随顺因缘 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啊 好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好 所以呢 佛陀他从来不认为是他在设 不是他来设持僧众 而是依据法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僧团的成立 其实都是依法来设僧 都是为法而聚 而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呢 这里也讲嘛 对出家的比丘僧来讲的话 佛陀是依法设僧 在第五十八页的倒数第一行 有没有 佛陀从来不以统设者自居 我们常常在团体里面都是 看到一个leader 他大概都是以统设者自居 其实是不对的 尤其在家庭里头也是啊 我们说家长 家长如果以统设者自居 那这个家庭大概也很不容易和乐 因为树立了权威 样样都是一定要如何 规定下去都不能违抗 之后人家只好逃避了 可能会离家出走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家长也要能够怎样 随缘 那就会变得很柔软 家庭就会变得很和乐 反而才和乐得了 因为随顺姻缘嘛 一家之长不一定要去树立那个权威感 有时候也要跟孩子学习学习啊 是不是 生团也是这样嘛 住持也不能去 建立他的权威感 非要如何不可 那尊重一定跑光光 经常也在很多的事情里头要去怎样 去学习 要不断的去学习 所以不要以统设者自居 在团体里头 我要统设一切 是不是大家都受不了 所以佛陀从来不会以统设者自居 所以佛陀所组织出来的生团 都是以法来相聚的生团 所以当佛陀入涅槃的时候 比丘也不应该有那种失去领导者 而莫知所从的感觉 因为佛陀 既然以希达多太子的身份出现 有所生 是不是就有所灭啊 因为他必须以化身的方式来度化我们 我们都是父母生神 所以他也要有父母生生 他必须与我们共业才能够与我们共住 能够共住是不是才有机会教导我们啊 那既然有生必有灭 我们是不是就要去接受他的灭 但是呢佛陀的法身长存 我们还是依据佛陀教我们的法继续修行嘛 一代传过一代 所以我们说生团他本身也要住持正法 只要依着我们自己的精进依法而修行就得了 就对了 佛陀之所以成佛 是不是就是依法修行 其实就是所谓依法修行 那在传记当中 世尊起初也是跟比丘生一起布萨 一起半月半月的布萨 就是等于是在半月半月当中呢 那么我们要自我检讨哪里做的不如法 或者要去举发某某人不如法 那为什么要举发呢 这个都是希望有所修正 那佛陀的姨母曾经以心施 来供养佛陀 佛陀就对她说 此此依施比丘众 施比丘众以便供养我 亦供养大众 就说你拿着这个衣服来 应该是布施比丘众 这个布施完比丘众之后 再来供养我 也等于怎样供养的大众 所以这个也会牵涉到后面所讲的 到底是佛在生中呢还是佛 就是佛与生是一体的呢还是别体 在早期来讲的话 佛陀是不是也是生团中的一分子 佛陀是在生中的有没有 那贫婆沙罗皇 用这个竹园金色来布施 在五分律里头也讲 但以施生我在生中 佛陀对供养者都会说 你要供养生团 我也是生团之一 那也供养到我 而不是只有供养我佛陀一个人 那赤童叠律里头 这个是在赤童叠布 那么就讲到 以足缘施佛为上手比丘生 把佛陀还是当作什么 比丘生 只不过他是属于上手的 上手比丘生 四分律 也说如今此此足缘 施佛及四方生 所以从施生还有施佛为上手的比丘生 一直到施佛 施佛及比丘生 表示佛与生切关系的演化 意思就是说 佛在比丘生团当中来讲的话 这是佛陀早期的形态 但是逐渐的透过了布派 那么就会发现 慢慢的到了世尊的晚年 我这个还没有到布派的时候 就说佛陀的早期来说的话 佛在生中是没问题的 但是到了佛的晚年的时候 那么依法来设生 因为制定了戒律就成为有组织的生结 依律来行 那么半月的布洒 来说这个婆罗提木叉 佛世尊他就不再去参与了 本来佛陀是参与在其中 到慢慢的有一些戒律他逐渐成行 那么就依着戒律来布洒就好了 佛陀他就不一定参与 第二个呢 在佛弟子来讲的话 特别是有所证悟的这些圣弟子 超凡入圣的 政国以上的这些圣弟子来讲的话 因为他重养佛陀功德的伟大 而且感受到法辱生恩 就会越来越觉得佛陀 还是超于一般的出家圣弟子 所以在早期佛陀也被称为奥罗汉 或者叫做大奥罗汉 因为我们也会觉得佛陀不是一般的奥罗汉 是奥罗汉没错 但是好像比一般奥罗汉还厉害 还伟大 所以把他称为大奥罗汉 到世尊圣弟子呢 后来这个 圣弟子呢 后来也称佛陀为如来 那到 而现在佛陀不再只是圣弟子的正觉 更进一步就称为什么 无上骗等 正等正觉啊 所以呢就会逐渐佛法身 这个鼎立啊 别提 那这个都是起于什么 晚年的时候 那在晚年呢 四不坏净六念法门 其实也依此而成立 所以四不坏净六念法门 这个也都在佛陀的晚年 表示佛陀说法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还是比较 这个透过什么 戒定慧三学 尤其在慧学上面 尤其在慧学上面 佛陀所讲的是 不落二边的什么 中道行 所讲的是八正道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些来讲的话都是佛陀 比较早期的 到晚年 那么四不坏净啊 六念法门 这些呢 也依此而成立 因为佛陀 前面也讲嘛 佛陀的慈悲不舍众生 发现众生的根基不足的时候 那么就方便开舍 有方便道的施舍嘛 所以到后来的布派佛教 大多也都主张什么 佛在身外三宝别体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张 是在现象还是在法性啊 这是不是在像上啊 那如果是在因缘法 法性也就是所谓因缘法 在法性来讲的话 是不是应该佛还是在身中啊 这个三宝是不是还是同体的 而不是别体的 透过现象会觉得 佛宝 法宝 生宝 好像是三件事情 个别的来看待 所以呢 这里也就讲到说 佛在身中或佛在身外 成为布派的争论之所在 其实不用争论 这个是佛法留步中的什么 先后阶段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早期 其实是佛在身中 到晚年 到布派 更晚 那么就会别离于在什么 身外 才会有佛法生 三宝别体 比较从现象上来看 其实我们说佛陀在世的话 所讲的是不是都是因缘法 是不离因缘法的 好 所以呢 其实我们说佛在身中 等于是佛陀其实就是生团当中的一份子 这是非常人间化的 而且很亲切的 但是呢 因为透过佛陀的涅槃 离佛陀的时代越来越远 那么也会引起我们佛的内心无比的怀念 一旦对佛陀的这种怀念 就会深深的存在我们的内心 表现在世相上面 那么就会根据佛陀的遗体 遗迹遗物的崇敬 尤其像这个佛陀的遗体就是设立嘛 经过火化而遗留下来 首先就是八王就在争着分设立 对不对 然后再把设立拿去怎样 建塔 塔都是很高显的 那其实跟中国的这个坟墓的意义相同 所以呢 在印度来讲那个塔是附波式的 有没有 因为佛陀制定比丘要脱波 活着的时候是不是都脱波 等到什么时候复波 不再脱波了就复波 所以早期的那个 我们去看欧欲王时期 已经算是最早留下来的 留的最早的是欧欲王时期的 的施利塔 它的形式就是什么 复波式的 复波 那复波式的这个属于塔身 它还有塔基 就塔的基础 然后复波的上面有平头 还有散盖 因为在印度 一位尊贵的圣者 初询的话 一定要帮他撑散 撑散盖 让他不要去晒到太阳 不要淋到雨 对圣者的一份尊敬 所以到 那个施利塔来讲的话 是不是也象征性的 有个散盖在那里 这个也会传到中国之后 本来中国只有停台楼阁 有楼阁的 后来塔其实也受到印度的影响 上面就有塔叉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个塔叉其实就是 从这个平头散盖来的 散盖 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然现在所留下来 因为木构造 留的年代会比较晚 到这个唐代 然后留到唐代已经很不容易了 都要一千多年了 这个木构造而不坏的很困难 所以我们就看到早期的那个塔叉 上面有那个 有轮 有金轮 一层一层一层的上去 所以呢 等于说 因为佛陀涅槃了 那佛陀所遗留下来的 我们对佛陀的遗物 我们都会有一份的尊敬 所以就盖了这个设利塔 所以在早期 大圣佛教未兴起之前的佛法时期 射利塔就代表了佛陀 就代表了佛陀 所以在石窟里头 早期的石窟 找不到佛像 奥玉王时期的射利塔里头 也没有佛像 其实都用什么 射利塔来代表佛陀的存在 佛像的出现 一直要到大圣佛教兴起之后 才有 在原始佛教 不派佛教时期 是没有佛像的 是没有佛像的 因为就用射利塔 因为就用射利塔来代表佛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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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深重还有传颂修持的法 何为什么 三宝 表彰人间佛教的具体形象 有没有 所以到佛陀涅槃之后的佛宝 所展现出来的形象是什么 是射利塔 不是佛像 是射利塔 在图像里头就很清楚 然后呢 还有宋持的这些佛法 比方有经典 有律典 有论典 对不对 这个都是属于法 还有呢 僧团 有僧团 合为三宝 所以从此因为佛教发展 而射利塔的这个建筑就越来越多 越盖越高 那佛雅是不是也是佛陀的这个遗体之一 也受到什么相当的尊敬 那射利塔的崇敬供养 也因为这个信仰 不失而有福德 但是呢 以佛教来讲的话 并非像神那样子的崇拜 那在《小品波瑞经》这里也讲到 诸佛设立意义如是 从波瑞波罗蜜生 萨伯若所依止 故得供养 就说佛陀的设立来讲的话呢 其实以波瑞最为重要的了 因为透过波瑞道方便道 是不是才成就了一位佛陀 那从波瑞波罗蜜开始的 就像我们说我们踏上成佛之道 那么是不是以菩萨道来说的话 就是走的是什么 波瑞道 也等于是中道一样的 因为波瑞道是不是也是在因缘法上面 中道是不是也在因缘法上 也就是所谓的八正道 那当然以波瑞道来讲的话是更完整 是因为一直到成佛 我们讲到中道呢 大概到的解脱道 解脱法 因为生文是不是到解脱了就结束了 它倒不一定要成佛 是不是 那以波瑞波罗蜜来说的话 那么 因为透过菩萨道的六度万恨 五度如芒波瑞为道嘛 从波瑞道道方便道道 成佛的萨伯若 这个萨伯若也等于是佛陀的智慧 所以呢 这个顾得供养 那么也就说它法的可贵 法的可贵 所以呢 念佛 信敬佛 那么应该去念佛的功德 那么佛陀所有的无边的功德 都是依着什么 设立而成就 那当然这种 设立会比较在什么 在现象上面 所以会去供养设立 来作为我们佛弟子信念的对象 启发我们内心的这些意念 佛陀的遗迹 比方我们去朝圣 在朝圣的过程当中 其实 启发我们的那个宗教秦朝也是很重要 让我们的那个信愿心更长久一些 让我们觉得 一方面觉得人间佛教的那种珍贵 会觉得我们跟佛陀的那个是如此的亲切 我们可以踏着佛陀曾经走过的地方 他的诞生处 他的这个 成道之处转法轮 乃至到涅槃 这个其实也是在怎样 虽然借着现象 但是更重要的 是不是启发我们内心的这个宗教秦朝 让我们能够发更长远的心 也学习佛陀 那当然除了圣迹以外 还有就是遗物 遗物里头像波 还有床帆盖啊这些呢也都是 但是在一般 就说这种对 在倒数第四行 六十页有没有 倒数第四行就讲到说 佛弟子如果一直在 对佛陀的遗体 以及遗物的性性供养 可以说只是采取当时候民间 祭祀天神的方式 如果只有现在这些现象来讲的话 而没有去深入到法义的话 那么很可能在一般的心目中 多少会有一些什么 神的意识 好像对神的崇拜一样而已啊 不过这里就讲说 在布派当中还没有 向设立来祈求保佑的这种意义 因为佛陀毕竟已经入涅槃了 佛陀所遗留下来的这些经教呢 不会说由佛陀来保佑我们 我们很少说去求佛陀的保佑 但是我们会求神的保佑 而我们 往往都说我们是来学佛 不是来求佛吗 是来学佛陀 如何的透过行菩萨道 那这行菩萨道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开始去做的 就比较不会跟什么 对神的信仰去结合到一起 是因为我们能够深入法义的话 比较有所智慧的话呢 就比较不会只有在事项上 所以这里就讲到 念佛不能只是事项上的纪念 应该要去念什么佛的功德 在佛教的发展当中呢 佛的功德远远超过佛的身文弟子 就譬如说这个大天五世 大天五世就是 曾经大天在 在种种的那个什么 在那种叹息当中 在讲那个欧罗汉本身的不够究竟 所以呢 也会说明了身文弟子功德都不够圆满 那反过来就是 证明说佛陀比奥罗汉更加的圆满 那佛陀跟奥罗汉之间的一个差距 能够拉开来是因为菩萨道的关系 所以透过大天五世之后 其实也是去启发了大圣佛教的 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缘 所以这也说佛德的所以究竟圆满 都是因为佛陀在未成佛之前 是不是都在行菩萨道 是透过菩萨道自利利他的这个功德 所以这个菩萨道呢 就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神啊什么的 而且几乎都是以人来行菩萨道的机会 是不是最多的 那再加上当时候很多佛陀的本身故事 佛陀素世节以来曾经是鹿王 曾经是猴王 曾经是什么 舍身为虎割肉 这个菩萨嘛 就是说种种的那个本身故事 也是都是在等于是在弘扬佛陀 成佛之前行菩萨道的这个过程 所以菩萨道就会慢慢慢慢的怎样被发扬 那在辟喻在本身里头呢 也会不断的怎样流传出来 那这些菩萨的故事就会从内容而 类别成六波罗蜜 或者四波罗蜜或者十波罗蜜 那这个也是从佛法时期如何 演化出所谓大圣佛教的兴起 一方面是大天五世 或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等于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讲到欧罗汉的不圆满 佛陀不只是欧罗汉 他是透过菩萨道而来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 是以身文为本之解脱同归 对不对 到大圣佛教是什么 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 过程就是在转 从身文为主流 转到什么 菩萨道为主流的这个过程 所以种种的菩萨道 被弘扬起来 已经又经过了几百年 才逐渐变成主流的 那在菩萨道的这个过程里头 那么就会 成为菩萨跟身文之间的 不同的地方 所以在《妙法莲华经》也讲到说 又诸大圣主 知一切世间 天人群生类身心之所欲 有没有 更以义方便祝贤第一义 这个义方便也就是方便泉桥 好 权 那第一义是不是就是实啊 就是实法嘛 诸法实相 为实而故权 开权来怎样显食 废权而立食 的这个权 巧方便就越来越多样化 因为要广度众生嘛 所以这里的义方便就是特殊的方便 或殊胜的方便 適应的不只是人 还包括天的欲求 那在佛法时期 本来没有什么方便 当然也 它的方便其实是从什么 从中道正法而方便施舍 这个从四欲流之里头 又出现了四正境 有没有 然后再出现了什么 六念法门 这个都还比较在思想上面的 那个 稍微扩大 但是如果到了大圣佛教的话呢 这种 这种义方便 它就更 在形式上 更清楚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方便施舍 是不是比较在思想观念上而已 那到大圣佛教的这种义方便呢 就会所谓的修菩萨的这个 六度万恨 或是佛陀灭后呢 造舍利塔 还有呢 去造岩世的这个很庄严的佛像 这个彩画佛像 用香花翻盖音乐来供养佛塔 还有佛像 这些是不是都大圣佛法 佛教兴起之后 而有的 乃至于来歌赞佛的功德 尤其传到我们中国 在三国时代 是不是有余山泛唱啊 泛碑出现了 南传有没有泛拜在赞扬佛头啊 没有咧 以前碰到南传比丘 那么 当时我们说 早课到底他做还我们做 其实 南传北传 早课就有很大的不同 北传我们都还是有泛唱 有法器 南传没有 不一样啊 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像这种歌赞佛陀的功德 乃至像佛塔佛像 来礼拜合掌 举手低头 来称南伴佛 这个都是成佛的义方便 殊胜的方便 特殊的方便 全巧方便 那这些是不是都也是透过形象上面的 法像上面来引导我们 有机会能够怎样入佛门 所以这个也是世尊涅槃以后佛弟子怀念佛陀 在神教化的气韵当中发展起来 所以怀念佛陀 佛陀 离佛陀时代越远 佛陀就会越来越伟大 是生文弟子所万万不及 因为那个距离越拉越大 本来其实佛在僧中 本来佛陀也不过是僧团的成员之一 佛陀从来没有说是由他来带领僧团 而是说是由法来怎样带领僧团 佛陀是不是也是依法来行事而已 那个时候的佛陀是不是最亲切的 是非常人间化的 但是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演变之后 佛陀跟生文弟子的距离越拉越大 佛陀的身像在旧传的32像之外 又有80种好 佛陀的功德在实力似无所谓以外 又有18佛不共法 等于他会越演化越多了 对佛陀的这种观念 佛教界也去分化了 所以会有上座部 有大众部 乃至于有分别说部 独子部 一直分分分到18部乃至20部 那上座部来说的话 因为后来上座部 有一部分分出分别说部 它倾向于大中部 另外有一部分就越往西北去发展 就出现了说一切有部 说一切有部 它始终以人间的世尊为对象 而来念佛的功德 佛出人间 与人一样的身体 是业力所感的 是有肉的中规 还是无常灭坏 有没有 佛陀还是以什么 化身的方式 化现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 它是以人的形态出现的 所以 老师当时候也说 读了这个 欧函里头 讲到佛出人间 佛在人间 非常的感动 反而是 人间的佛陀 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最直接的 最亲切的 但是 当然我们说到大圣佛 佛教的这个佛陀 是不是越来越崇高 越来越伟大了 越来离我们越远 我们会觉得 哦 因为我们实在遥不可及了 对不对 这个会越离越大 那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方式 因为这样子可能会 也有可能会神化掉 就像说 我们对某一位高僧大德的崇敬 那高僧大德 我们还是以人的方式来崇敬他 而不要把他变成神 那是不是就离谱了 那就不对了 就像我们对应孙导师的崇敬 我们觉得导师还是人啊 对不对 而不是把导师当作神来崇拜 那就麻烦了 好 那么 所以还是以人的方式 是跟我们最为接近的 好 那到大众部对佛传的这种 的事实里头来说的话呢 因为佛传里头也会讲到 世尊也会生病 那世尊的这个世寿是不是也只有八十岁啊 会认为佛果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大众部会比较理想化 上座部会比较务实 会比较人间化 会比较人间化 因为在部派的时候 其实各部派的那个佛陀观 菩萨观已经在逐渐不一样了 是因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的 那大众部呢 会觉得说 诸佛世尊皆是出世 一切如来呢 无有漏法 会觉得佛身是无漏的 是应该不生不灭的 那么 之所以化现呢 那也不过只是 只是一种化身而已 那但是大众 上座部会认为说 那个化身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生生 就是我们所谓的人间的佛陀 所以呢 像大众部 因为大众部跟分别说部结合之后呢 就会产生所谓的大僧佛教的兴起 所以大众部在佛传当中呢 像这种佛陀生病啊 都会说只是佛陀的方便视线 那大众 像那个法藏部 法藏部也是属于分别说部 他倾向于大众部 他也会认为佛陀是无漏身 那如果是人间性的佛教呢 佛陀来看待 像上座部 尤其说一切有部 对人间的佛陀来讲的话 他是有漏的 是会生病的 是会死亡的 是跟我们人呢 是非常接近的 那大众部跟分别说部呢 他会比较理想化 那在辟域里头也会 重视佛陀的色身而倾向什么 理想的佛陀观 所以在第六十四页 有没有像大众部 一直到大圣佛教的兴起之后呢 就会发展到佛陀的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佛陀不是一般所能见的 不是人间所见的世尊 只是佛陀的方便视线 这样是不是有点虚幻啊 但是呢 当然我们说大圣佛法的这个菩萨与法身如来 都是继承这样子的思想而光大发扬起来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神秘不可思议的佛陀 会失去人间的亲切心 却适应于什么 神的信仰 理想的佛陀 虽然说是神的这个佛化 但到底还是跟神不一样 是因为已经经过了佛法的什么 进化 这个是比较属于大众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并且呢会讲说佛陀他是修行所成的 佛陀不会去惩罚人只有什么 慈悲的心 而且第三个呢 修行成佛呢佛佛平等 不是像神教一样 只能永生于神的世界 始终 这个有情众生都是被统治的嘛 神教的色彩是不是神都是最大的 人永远是人 神永远是神 但是佛教不一样的是什么 人人皆可成佛 是不是 好 那佛是这样子的超越 所以呢依此而修行的念佛 意境当然是怎样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说 所谓的念佛跟佛陀观有没有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啊 我们念佛是念佛陀的功德 乃至于说到念佛陀的形象 那佛陀的形象他到底是有漏身还是无漏身 布派上面的看法是不是已经不一样啊 上座布里面分出来的这个说一切有布啊 因为他比较从现象上来谈的时候他比较人间化 一旦人间化呢佛生是有漏的 佛生是会生病的 那大众布跟分别说布合起来结合出大圣佛法 那么他们会比较理想化 会理想化他会是崇高的至高无上的 会乃至于可能有的就发展成 也难免会神化 所以会有这样子一个不同 所以我们到底如何的去抉择 那就也很重要了 因为佛陀毕竟还是怎样 是应该是人间的 人间化的 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